三重区公所运用替代艺人力资源和专长 协助弱势家庭的学童 在暑假期间的课业辅导和才艺学习 让服务触角可以深入各社区 也让孩子有个适当的学习环境 三重区公所的替代艺男和这群孩子们初次见面 双方先进行有趣的小游戏来互相认识 因为未来三天 这群大哥哥将协助孩子们的功课或者是才艺学习 三重区公所为了建构我们替代艺男多元服务的面向 所以我们在今年暑假 我们区公所的六位的替代艺男 就出来走入社区 然后来举办我们欢乐一下的活动 由于我们现在社会快速的变迁 很多家长都没有办法来陪伴我们小孩 或者是来督导我们小孩 所以我们特别透过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来让小朋友学习自我激励 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 连续三天的活动 替代艺男们将依照自己的专长 规划了不少课程内容 这样的活动不但能让大家发挥所长 也能展现服务热忱和火力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主要就是 就是教小朋友就是 我们有一首礼貌歌 就是教小朋友要对父母有礼貌 然后在平常生活也要对朋友有礼貌 对同学有礼貌 对 就是希望就是从小杂根 对 就是从国小 像他们现在国小 然后就是可以慢慢的让他们 就是从内在开始慢慢的有礼貌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就会 就是对别人也会有礼貌 这样的话大家对大家有礼貌 这样我们社会就越来越和平这样 就是能够跟别人有互动 然后也可以交给他们一些 就是让他们学习 然后帮助他们 就是有分享的感觉 然后不会说就是在办公室处理过 就是一直从于公室这样子 感觉比较有贡献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 还有天真自然的各种反应 都让这群大哥哥们觉得 回到童年班纯真 而不同的课程设计 能让孩子学到不同的尝试 也比平常的工作更有成就感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 三重采访报导